蔡英文不是口口声声地说要维持现状吗 那为什么不愿意维持现状呢 因为如果按照蔡英文的这个圣旨 然后呢开始相关的文武百官们都要动起来 扮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此举不当 但是呢翻遍相关法律又毫无规定 所以要修法规定 是这样的吗 那就表示要改变现状嘛 因为现状就是韩国瑜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现状就是韩国瑜没有犯任何错 那今天蔡英文对这个现状非常的不满 谢长廷也说现状不同 跟我当年2013年去的时候是不同的 那时候现状改变了什么 那蔡英文又为什么想要改变现状 你要改变这个现状到底是为台湾好呢 还是因为你看不得韩国瑜好 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悲的啦 就是说今天第一个 民进党执政每次都让我觉得说 他们好向往那个老奖的时候的威权时代 然后他们好向往当时有警总 有各种的这个那时候叫什么 不是叫国安法的临时条款等等的 国安法的前身 我觉得他们好向往 我希望在动员勘乱时期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好向往那个时代 总统说了算 汉贼不两立 有没有 那个时候抓起来就是匪谍啊 关起来啊 陈志忠不是说要告他那个吗 坏罪了吗 对啊 我就觉得民进党 满脑子都好向往那个时代 恨不得在他们掌权的时候 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 所以民进党反对 两奖时代的威权时代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信仰跟向往 而是他们是属于没有权利的那一边 他们只是希望成为有权利的那一边 看谁不顺眼 我就拿法律办 看你们还敢不敢 这叫做绿色恐怖